不如問一下NVIDIA的看法 繼續的看法是否挺好的呢 還有給予確實的防守位置給觀眾 這個我之前會推介在一個群組的位置 就是它破了頂部之後 它破了頂部之後 這個就要計算它破了頂部 其實就是269 即是突破了阻力 突破了效果 突破了阻力 這個就是都要考慮一個防守 那時候的防守就有點遠 可以等 其實就等到 就是有個小小回 回小小再起同的機會 那你有個新的防守 就是現在可以放在255.75 即是3月23號的低位 這個是最短線看的防守 那當然如果你不是這麼短線 或者你可能分兩柱 一柱中長線一些 一柱就是短線一些 那你還有一個大底就是206 那這裏就是一個整體上是一個看好的情況 那那個問題其實就只不過是 究竟它的殺股值要殺到什麼時候 那起碼我們就是等 因為你很難猜 會不會真的3月開始加息就立即見底 這個其實有些這樣的可以想 但是你的操作上你就看到 它出了行程出來才去做 那其實現在就是出了這個行程出來 現在 現在嚴格來說 你說它的股值去到很 就是殺完之後去到很低 其實就不算的 但是真的看市場反應 你就見到已經是有了一些資金去買 那如果你說現在的一個調整員 都也都見到是這些 包括是Big Tech 或者是Tesla 或者NVIDIA 這些它們那個反彈力度 或者資金會肯買先的 都集中在這一方面為主 就多於是高增長型 增長孤那類 就暫時就是還沒有 尤其是比較還在那個虧損狀態那裡 就可以保持住的 其實它們已經開始 開始跌得穩一點了 就是沒有之前那麼恐怖的 那麼急的那期 可以保持住 但是就真正出現一些的突破轉向 就還沒有出現到的 但是個別有些 或者譬如之前在看的一些 高端一點的消費股份 那整個板塊來講 其實都真的很多 殺股市殺了一大輪 也都是很值得保持住 所以接下來應該會有一些 可以賣貨的機會 就是讓它明確出賣這個轉勢的送號 其實就可以出手的了 反而現在大家先留定一些子彈線 就是等下美股到時真的 跌定了的話 就有很多東西給大家去保持 大家到時才慢慢再去加